美国总统拜登5月18日启动国防生产法 命令要求配方奶粉制造商的供应商 必须首先满足这些公司的订单 才能为其他客户供货 以消除生产瓶颈现象 今年2月 亚培召回产品 加剧了配方奶粉制造商之间的供应链紊乱的问题 最近几个星期 美国各地婴儿配方奶粉供货严重短缺 拜登在星期三写给卫生及公共福利部 以及农业部的一封信中指示 各机构与五角大楼合作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找到符合美国标准的海外配方奶粉 以便让国防部的包机可以迅速向美国运货 5月19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约400亿美元的 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法案 下一步该法案将提交给总统拜登签署 该法案将提供给乌克兰总计20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预计将用于采购防空导弹和远程火炮等武器系统 此外还包括为乌克兰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一般经济支持 近50亿美元的粮食援助等 美国众议院5月19日以217票同意 20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 旨在打击哄台汽油价格情况的法案 该法案将禁止天然气和石油公司在能源紧急的情况下 以过高价格出售燃料 此外还将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价格垄断情况采取法律行动 5月19日七国集团发展部长会议在德国柏林闭幕 会议就建立全球粮食安全联盟达成一致 该联盟旨在确保增加资金并密切协调粮食安全措施 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国家和组织 也将参与该联盟的建立 受俄乌冲突影响 国际社会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 粮食供应安全受到威胁 许多国家均依赖乌克兰出口的小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 如果农产品市场价格继续上涨 预计将有53个国家的1.93亿人 无法确保第二天有足够的食物 这个数字从2016年到2022年翻了一番 根据联合国的评估 食品、能源和债务的上涨导致69个国家的价格震荡 12亿人因此受到影响 继本月初 欧洲出现了罕见猴豆病例后 美国马塞珠塞州公共卫生部 5月18日证实 一名有加拿大旅居室的男子 确诊感染了猴豆 已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状况良好 这是今年以来 美国发现的首例猴豆病例 英国一名有尼日利亚旅居室的男子 在本月初确诊感染了猴豆 截至18日 英国已经报告确诊了9个猴豆病例 葡萄牙已经确诊了5个猴豆病例 仍在调查15例疑似病例 加拿大蒙特利尔12日发现首宗疑似 卫生官目前正在调查至少17例疑似病例 西班牙马德里也出现了23例 类似猴豆症状的疑似病例 世卫组织也曾在一份文件中提到 猴豆的临床症状与天花相似 目前暂无针对猴豆的具体治疗方法 不过通过多项观察性研究证明 接种天花疫苗对预防猴豆的效果 约为85% 国际奥委会5月19日在洛桑召开执委会 宣布中国田径男子4乘100米接力队 递捕获得东京奥运会铜牌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今年2月18日发布公告 认定英国短跑运动员 其筋度乌甲在东京奥运会期间 违反了反兴奋计条例 取得的成绩都被取消 英国队在东京奥运会男子4乘100米接力决赛中 获得的银牌也被剥夺 加拿大队地补获得银牌 中国队地补获得铜牌 这也是中国男子4乘100米接力队 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奖牌